罗伯州两个陆路关卡的拥堵问题存在多年 民众每天需要花上一段时间出入境新加坡 为此副首相杜斯利·法迪拉宣布 从6月1号起在新柔场地和马兴第二通道关卡 落实Q2码通关系统 预料可以减少通关者50%的等候时间 他今天在柔佛苏丹伊斯干达大厦主持会议后 向媒体指出 目前第一阶段只开放给大马公民 一旦反应良好 当局将扩展到其他群体 包括新加坡公民 不过他强调落实Q2码通关系统期间 传统的出入境方式也会获得保留 6月1号起进入新加坡的大马公民 必须使用手机应用程式MySagetra 或者MyTrip系统 并在国家数字身份MyDigitalID登记 就可以扫描通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